李老师给我们就是总结这些个问题啊 大家如果感觉这个牙不得劲的时候 哎 小鱼 你现在看看 是不是说有可能把这个牙疼 和这个三叉神经疼弄混了 亮哥 没这个可能 我吃上药 哎 牙我也不疼啊 你就不承认自己是50岁以上的 这个确实也可以不承认 所以说呀 在前往医院之前 自己呢 还是应该根据医生 所介绍的这种情况先判断一下 然后呢 你跟你的主治医生啊 说明白你这牙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治过哪颗怎么治的啊 配合专业检查之后 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 千万不要妄下论断啊 小鱼好好检查一下 看自己的牙怎么情况 所以说呢 这个把好牙给拔了 多得不偿失啊 说到这里还想问一下李老师 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旦要是被确诊了 真的是患有三叉神经痛 该怎么治 其实吧 三叉神经痛的治疗 还是有很多种办法的 最常见也是最开始的治疗 一般都是药物治疗 药物 对 因为治疗三叉神经痛 我刚才说了 常规的这种 那个阵痛药是没有效果的 你比如说吃这个去同片 其实吃一些乐松啊 这些都是没有效 治疗三叉神经痛呢 有一个特效的药物叫做卡玛西瓶 这个卡玛西瓶呢 对80%到90%的三叉神经痛患者 都是有效果的 但是卡玛西瓶呢 有两点不好的地方 第一呢 就是这个药的耐药性 你比如说刚开始吃一片 这个疼痛就控制了 之后呢 可能吃两片三片四片 一直吃到五到八片很多 第二就是这个 说这药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是很大的 卡玛西瓶吃完的话 可能会头晕 头软 嗜碎 另外还可能会对神经 造血啊 等等那些 重要的那些脏器功能 会有影响的 所以卡玛西瓶第一 不能多吃 第二不能常吃 之后呢 就是除了这个药物治疗呢 还有一些封闭 你比如说用甘油啊 无水酒精啊 这些封闭去治疗 但是这种封闭治疗的话 它的持续的时间 是不会很长的 因为你扎针灸 会脸上打封闭 一般可能会 一个月 三个月 这段时间病情是缓解的 但是时间长了 疼痛又复发了 所以说呢 在这些都 治疗都不管用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给它 进行手术的治疗 因为三乍神经痛呢 它是个老年性疾病 我们可能更推荐一个叫 精疲穿刺三乍神经 球囊压迫数 这种手术 对这个三乍神经痛来说呢 是一个微创 简单 安全 有效 因为老年人嘛 你给它做手术的话 力求 最关键是安全嘛 对吧 这是因为 它不像年轻人 它是身体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 现在 我们这个球囊压迫数 已经做的也是 全世界最多了 我们做了将近 一万七千例左右 这个这样的手术 你做上就好使 对 对 对基本上是99%的病人 疼痛都彻底治好了 对